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这样做,让他们所有人血债血偿。 病人家属在哪里? 我们需要家属签字才能进行手术。 产房内的气氛异常紧张,我的额头布满了汗水。 腹部的疼痛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次次地冲击着我。 在疼痛的间隙,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李昭的短信。 他写道,小七,白狸的病情恶化了,他在这里无依无靠,他只有我。 我必须留下来陪他。 另一条消息紧接着来道,你肚子痛就及时叫救护车, 我帮你叫了,应该快到了。 别担心,我们的孩子会挺过去的。 我独自承受着早产的剧痛,下身已被鲜血染红。 而他,却在远方安慰我说一切都会没事。 这是多么讽刺啊! 心中的绝望让我浑身站立,但当我意识到肚子里的小生命时,我努力地让自己保持冷静。 我用手轻抚肚子,能感受到小家伙在里面的动弹。 宝宝,妈妈会保护你,我们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 我紧咬牙关,对身边的医生说,请安排剖腹产,手术同意书我自己签。 但是,这不符合规定,医生面露难色。 没有但是,我打断了他,双眼含泪,紧紧地握住医生的手,请救救我的孩子,我求你了。 医生看着我的眼神,感受到了我的决心和母爱的力量。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最终同意了我自己签署手术同意书。 麻药慢慢起笑,我眼前的手术灯光越来越模糊。 在彻底失去意识前,我仿佛又看到了李昭的身影,但这次,他的形象逐渐模糊,被我的泪水和失望淹没。 当我再次醒来时,身边只有一名护士在轻声地为我换药。 我看着他,心中五味杂沉。 门外有点吵,我皱了皱眉,忽略掉门外的吵闹声,轻声论道, 我的孩子没事吧,是男孩还是女孩,这话一出,护士明显愣了一下。 是个女孩,但是他紧促着眉头,为难地说,你还是待会儿问医生吧。 我的心瞬间悬了起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紧张地想要再问护士,可是护士却始终不肯说,最后只模棱两可地说, 你孩子不在我们这里,有什么问题你去问你老公。 什么意思,孩子不在医院,却在李昭的手里。 我连忙拿出手机给李昭打电话,电话很快被接通。 李昭,我孩子呢?你把孩子抱哪去了? 我整个人都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 小七,孩子在白离住的医院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医生说孩子的臍带血可以就白离。 他很高兴,语气中满是激动,真是太好了。 这个孩子来得刚好。 我浑身都在发抖,全身血液倒流。 我怀胎十月,生死一线生出来的孩子,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 就被他亲生父亲抱走,拿去救他的白月光。 我快疯了,控制不住情绪吼道。 畜生,你特么就是没有感情的牲口,那是你的亲生女儿, 她还是早产,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你居然不顾她的安危,拿去救白离。 嗨嗨,我气得咳嗽起来。 林七,你还是这么暴躁粗鲁,就不能像白离一样温柔点。 随后,话筒里隐约传来白离的声音, 阿昭,别因为我伤了你们夫妻的感情。 我这条命剑,死了就死了,我只想你和七七姐好好的。 这茶言茶语,听得我火冒三炸,直接抱粗口,渣男贱女, 你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白离,你要跟我抢李昭是吧? 行,我不要她了,但是你敢动我的孩子,我一定死了一定。 嗨嗨,我不停咳嗽,一旁的护士见情况不对,连忙叫了医生来。 电话被挂断,我根本待不住,一把拔掉正在掉水的针头, 趁着医生来之前跑出了医院。 护士在后面追,医院里乱作一团。 身下疼到我冷汗直流,腹部的刀口也阵阵发痛。 我不敢停下来,撑着一口气跑到医院门口, 打了一辆车就直奔白离住的医院。 车子到了医院,我捂着腹部的伤口, 在医院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走进去。 我在医院找了一圈,最后在一个手术室门口看到了李昭。 他下巴上都是胡茶,眼底下黑眼圈有些重, 看上去很提盘。 但是这份疲惫是为了白离,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曾经的我看到他这副模样肯定会心疼, 可是现在的我只替自己觉得不值。 我走上前,在李昭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抬手给了他一巴掌,气愤道, 我的孩子呢,我的身体弱, 这一巴掌并没有用多大力气。 他被扇了一巴掌, 剑梅立刻拧在一起,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 林七,我们婚前说过, 发生任何事都不能动手, 你忘记了。 呵,他只记得这些。 当初结婚的时候, 说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 没有出轨, 只有丧偶的话, 他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压下心底的怒气, 沉声问, 我不想跟你纠缠,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孩子已经送进手术室了, 李昭看了一眼手术室, 白梨和我们的宝宝都进去了, 已经进去了半个小时, 快结束。 说完, 他又接着解释, 你放心, 我们的宝宝不会出事的, 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 原本只要用点臍带血就可以了, 但是白梨在手术中突发大出血, 我们的孩子被查出是稀有血型, 只有我们孩子可以救他。 医生说书点血给白梨就行, 肯定不会出事的, 我爱你和我们的宝宝, 但是白梨只有这一线希望了, 小七你就当是做了一回善事, 帮白梨一把不行吗? 呸, 你们两个不要脸, 别恶心我, 我瞬间崩溃, 腹部的疼痛都无法遏制我心口的疼。 我一把拉住李昭的衣领, 崩溃到忍不住哭出声, 带着哭腔说, 我为了生我们的女儿, 差点难缠死了, 你知道吗? 那也是你的骨肉啊! 你就算不在乎我, 也该心疼一下女儿。 我眼前发黑, 哭到上气不接下气, 正在此时, 手术室的灯灭了, 紧接着白梨被推了出来。 李昭一看到他, 连忙上前问医生情况, 最后确认他平安, 才松了一口气。 我没有看到孩子被推出来, 连忙上前问, 医生, 我的孩子呢, 医生的面容都僵了, 其中一个护士 把浑身清紫的小孩抱了出来, 用抱歉的语气说, 孩子, 死了, 死了, 孩子死了, 不可能, 怎么会死,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离, 腿脚发软, 瘫坐在地, 随后反应过来后, 起身从护士手里 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过来。 他浑身清紫, 嘴巴微微张开, 小手还是软软的。 几个小时前, 他还在我的肚子里。 我高兴的时候, 他会踢肚皮陪我一起高兴, 我生气的时候, 他也会安静, 时不时踢一下肚皮安慰我。 我的宝贝, 他本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我会每天晚上给他讲睡前故事。 他现在本应该躺在我的怀里, 冲着我笑, 冲着我哭。 可是现在, 却是冰冷冷的一具尸体, 我的世界崩塌了, 眼泪却一滴都流不下来, 全身轻飘飘的, 我看了一眼站在我一旁的李昭。 他的眼底也有难过, 原来他也会为女儿难过呀。 我想骂他别装了, 想骂白梨贱人, 可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嘴里有点心热, 我忍不住咳嗽了一下, 一口血咳了出来。 眼前一黑, 我昏倒在地。 醒来时, 我睁开眼入目的是 李昭憔悴的脸。 他看上去好累。 还记得我们读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我参加校运动会摔到了腿, 他急匆匆背着我到医务室, 帮我擦药, 不分白天黑夜地照顾我。 当时也是这样, 他熬了一天一夜, 看上去好疲惫。 我的大脑还在回忆美好的过往, 脑子荡机了一秒, 紧接着猛然想起昏倒前发生的事。 我的宝宝死了。 我瞬间慌了神, 想要爬起床去看孩子。 刚动一下, 腹部的伤口就火辣辣地疼, 疼到我脸色都发白。 李昭见我要起来, 连忙按住我说, 小七, 医生说你现在要好好休养, 不能乱动。 我被按着爬不起来, 最后只能伸手抓住他的手, 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着急地问, 我们的孩子, 孩子还在对吗? 你说过他不会有事的, 是一个小手术, 他没事对吗? 李昭的眉头穿字越皱越深, 他紧抿着唇不吭声, 你特么说呀, 告诉我, 我的孩子没事, 他没事对不对? 小七, 你冷静点。 李昭终于开口了, 他深吸一口气说, 我们还年轻, 孩子还会有的, 以后我们会生好多个孩子, 这个孩子救了白梨一条命, 也算值了, 以后我们再生。 值你吗? 白梨他死不死关我什么事, 我要我的孩子, 把我孩子还给我, 你把孩子还给我, 我彻底疯了, 抬手一巴掌, 狠狠甩到他脸上。 他不躲不闪, 硬生生挨了一巴掌, 我顺手抓住东西砸他, 崩溃吼道, 畜生, 你怎么能点愧疚感都没有, 你杀了你的亲生女儿, 你会有报应的, 你和白梨会不得好死, 现在的我毫无理智可言, 甚至恨不得和他们两个同归于尽。 李昭怕我的伤口又裂开, 他想要安抚崩溃中的我, 却无济于事。 医生听到动静之后, 急匆匆走进病房, 几个护士按住我的手脚, 医生给我注射镇定剂, 镇定剂要向上来, 我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半睁着眼睛看着李昭, 低声说, 我错我不该和你在一起,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我喃喃着说, 离婚吧, 这是我第三次在医院醒来, 病房里没有人在, 我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那些痛苦的记忆再次在脑海中浮现, 这次我没有崩溃, 那股失去孩子的悲伤凝聚在胸口, 汇集成了滔天的恨。 我不能疯, 不能崩溃, 我还要为我的孩子报仇。 他不能白死, 正当我开始想着如何复仇时, 病房门被推开了。 坐在轮椅上的白梨被李昭推进来, 他穿着宽松的病号服, 一张小脸没什么血色, 黑色的长发披散在身后, 看上去十分雷若, 惹人怜惜。 我一看到他, 全身都开始颤抖。 杀我女儿的凶手就在眼前, 我恨不得能一刀捅死他, 可是现在不能动手, 不能让他那么痛快地死了。 李昭把他推到我的病床边, 白梨看着我一脸愧疚地说, 对不起七七姐, 都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和阿昭的孩子也不会死, 真的对不起。 我怒目圆瞪, 咬紧牙关说, 不用道歉, 你去死就行了。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恨意。 一旁的李昭听到这话, 眉头紧赶着说, 小七, 你说的什么话, 白梨是真的很愧疚, 想跟你道歉, 你就不能原谅他吗? 阿昭, 七七姐刚失去孩子, 心里难受, 才会这样说话, 你不要怪他。 我看着他们惺惺作态的样子, 恶心地骂, 我当年眼瞎成什么样了, 才会看上你这个孬肿。 早知道当年就让你和白梨在一起了, 渣男贱女正好一对。 七七姐你别误会, 我和阿昭是清白的。 林七, 你别太过分了, 李昭急了眼, 我激笑道, 我过分, 真好笑, 我就说他几句你就心疼了, 你们别为了我吵架。 阿昭, 你平时多关心一下七七姐啊, 你这样护着我会让他误会的, 我也是女人, 我理解他的心情。 说完, 他拍了拍李昭的胳膊继续说, 七七姐对我的误会太深了, 我想和他单独聊聊, 你先出去一下可以吗? 好。 他走出病房, 房门一关上, 白梨脸上的笑瞬间消失。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上下扫视了一眼, 一脸不屑地说, 七七姐, 你真可怜, 为自己老公怀孕生子, 结果他不仅不关心你, 在你临产的时候还跑来陪我。 阿昭为了我, 连亲生骨肉都可以舍弃, 我亲眼看着他签下手术同意书。 说完, 他轻挑了一下眉头, 你也别怪我, 又不是我想害死你女儿, 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谁让你非要跟我抢阿昭呢? 不自量力, 我怒瞪着他, 恨不得扑上去把他的皮, 但是我知道他是故意要激怒我。 我努力压制住怒气, 面无表情地冷声说, 白礼,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不会让你好过。 泽泽, 我好怕怕哦, 白礼笑得猖狂, 你吓唬谁呢? 真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我慢慢撑起身子, 起身和他面对面正式, 一字一句道, 你等着吧, 你的报应会来的, 出院当天,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拟定离婚协议。 协议你好我爽快签字, 随后找到李昭的公司, 把协议甩在他的办公桌上。 他翻看了两眼, 直接推开, 我不同意离婚。 说完, 他起身走到我的身边, 想要拉我的手, 被我嫌弃地躲开。 小七, 别闹小孩脾气。 李昭耐着性子说, 如果你是因为失去孩子的事而生气, 我可以补偿你, 你想要珠宝或者任何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买来。 而且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 白离的病也好了, 以后不用, 我去照顾, 往后的日子我慢慢补偿你。 我看着这张曾经让我心动的脸, 听着他说的无耻的话, 越发觉得当初我眼瞎至极。 我厌恶到, 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 我现在看到你这张脸都作呕。 小七, 你别闹了好不好, 他伸手想要抱我, 我皱着眉躲开, 提高音量强调道, 李昭, 你没听懂吗? 你让我想吐, 懂吗? 别碰我, 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 别逼我在你公司里闹。 他的脸色也沉了下去, 再看了一眼离婚协议, 指出协议里第七条, 文言, 李昭的脸色越发难看, 在我以为他不会答应给这个股份时, 他的笔尖落在纸上, 刷刷几下就签了名。 我和李昭离婚, 最高兴地莫过于白礼。 离婚第二天, 我以股东的身份开除了白礼, 他是李昭的助理, 我本以为他会不甘心离开, 可谁知他毫无怨言, 还十分贴心地在李昭面前说, 如果我的离开可以让你们和好如初, 我愿意主动离职。 他的体贴又让李昭感动了一波。 我懒得搭理他们, 在开除白礼之后, 我转手就把手里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卖了。 用钱买了水军在网上散播李昭婚内 和助理白礼爱卫的消息。 舆论开始攻击他们, 李氏集团的股价也随之下滑。 李昭像个过街老鼠, 不敢露面。 我看着网上对他们的谩骂声, 拿出手机按出一串熟悉的号码, 迟疑了很久才按下拨通。 电话很快被接通, 话筒里传来一道低沉的噪音。 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我联系了霍峰, 我和他是青梅竹马。 全家都撮合我和他在一起时, 我毅然决然地选择嫁给了李昭。 结婚之后, 我和霍峰再也没有联系过。 这次联系他是为了搞李昭的公司, 霍峰经营的霍氏集团是国内顶尖设计公司。 他的公司和李昭的公司是竞争对手, 只不过这些年霍峰从来不和李昭抢资源。 现在我要的就是他抢李氏集团的资源。 霍峰没有问任何事, 当我说出要他帮忙对付李氏集团时, 他直接就答应了。 他的办事效率很快, 短短三天, 原本和李氏集团谈好的合作公司全部都反水。 有些甚至不惜付高额违约金, 也要解约。 目前李氏集团的股价持续下跌, 李昭的名声扫地, 资金周转不足, 各大合作商纷纷解约。 强导众人推, 一时间业内议论纷纷。 再次见到李昭时, 他正蹲守在我租的出租房门口。 我手里拎着一袋垃圾, 看见胡子拉叉, 发丝凌乱的李昭, 有些嫌弃的眉道, 真会我越过他走到垃圾桶边扔掉垃圾, 随后直接忽略他, 转身打算回屋。 李昭连忙拽住我的胳膊, 低声道, 小七, 我这段时间过得很不好。 我连忙甩开他, 嫌弃地从兜里掏出纸巾擦了擦被他碰过的地方。 他见我嫌弃的动作, 眼底满是难过地说,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你就不想问问我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怎么, 在白梨那边没有得到安慰? 跑我这边来求安慰了。 他听出了我话里的阴阳怪气, 满脸难堪地说, 白梨出国了。 则, 你公司刚出事, 他就出国了。 则, 你公司刚出事, 他就出国了。 我说着, 从兜里掏出一打照片, 甩在他脸上。 激笑道, 看看你挂在心肩肩上的白月光有多风流, 你确定他是真的出国了, 而不是怕现在穷酸的你找他, 所以骗你说出国了。 照片上是白梨和一个胖男人, 两人经常出入不同酒店。 这个胖子是市里有名的土财主, 主打的就是一个有钱好色。 李昭看到照片, 脸色越发地难看。 我满脸嘲笑地看着他, 讽刺吧, 你用你的亲生女儿换来白梨的命, 可是他转眼就背叛了你。 我又想起死去的孩子, 心底那颗仇恨的种子疯狂生长。 李昭, 人要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你当时选择用我的孩子换白梨一条命。 那现在我就要你和白梨为我的孩子陪葬, 你们两个我慢慢修理, 一个都不会放过。 他看着我满脸恨意, 伸手想要摸我的眼睛。 我偏头躲过, 耳边响起他喃喃的声音, 以前你的眼睛是会笑的呀。 曾经的我深爱着他, 只要能陪在他身边, 不管怎么样, 我都很开心。 可是现在, 我压根笑不出来。 我懒得管他抽风, 转身想回屋, 身后却传来李昭的声音, 我和白梨真的没有什么。 小七, 孩子的事, 是我的错, 你要做的那些事, 尽管去做吧。 我会配合你的, 只要你能回来, 能回头再看我一眼。 从那天之后, 李昭每天必来我, 出租房门口蹲点。 有时候, 早上出门, 会看到他放在门口的早餐, 有时候, 会看到门口摆着鲜花。 我烦不胜烦地, 把东西全部扔垃圾桶, 无数次警告他, 不准再来, 可他还是雷打不动地来。 他说, 小七, 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说过, 结婚后要天天给你做早餐, 后来我食言了, 现在我弥补回来。 他说, 小七, 我知道我是个混蛋, 我做了一些无法原谅的事, 但是我真的从始至终只爱过你一个,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只祈求你的原谅。 多感人啊, 我们之间隔着女儿的死, 这是一辈子都跨越不了的鸿沟。 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可是不管我怎么拒绝, 他依旧不死心, 就像块牛皮糖一样, 怎么扯都扯不掉。 正当我因此而烦恼的时候, 霍峰突然也找到了我的出租房, 他和李昭两个人几乎同时倒。 霍峰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长腿斩腰, 剪裁得体的西装, 衬得他成熟稳重。 而一旁穿着邋遢的李昭, 显得十分寒酸。 你来这里做什么? 李昭一看到霍峰, 眉头立刻紧锁, 显然很不开心。 霍峰直接忽视他, 走到我的身边, 一把烂住我的肩膀, 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短短几个字足以让李昭和我都蒙圈。 我傻眼地看着他。 李昭瞬间急了, 不可能, 他就算和我分开了, 也绝对不会和你在一起。 一听这话我急了, 直接反驳道, 谁给你的自信, 我为什么不可能和霍峰在一起? 你别忘了, 我们是青梅竹马。 小七, 你别说气话, 你, 闭嘴, 我呵斥了一声, 随后伸手一把扣住霍峰的手, 抬起摆在李昭的面前, 朗声道, 看清楚了吗? 我和霍峰在一起了。 他还想纠缠, 却被霍峰挡住了。 我以为这样假冒情侣就可以摆脱他, 却没想到激得他越发激进, 甚至闯进我家门, 死活都要跟着我们。 我没有办法, 只能让他跟着, 心里却有些心不在焉, 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因为心不在焉, 我在处理家务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墙上摇摇欲坠的装饰画框。 画框砸下来的时候, 我只听到李昭大叫了一声小心, 随后我被人扑倒。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耳边是沉重的呼吸声。 七七, 你没事吧? 李昭脑袋被砸出血了, 我叫了救护车。 温热地血顺着李昭的后脑勺流出来, 身后护着我的李昭爬起来, 第一时间却是关心我有没有事。 可是我整个人还是恍惚状态, 只看着他肩头的衣服都被鲜血浸湿了。 小七,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他上上下下检查我有没有受伤, 霍锋也一脸担心。 我看着面前担心我安慰的李昭, 心底毫无波澜。 我缓过神来, 推开他的手说, 我没那就好。 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李昭, 原来不爱了是这种感觉, 我看到你受伤, 心里没有任何波澜。 他的脸色一沉。 我面无表情地继续说, 我不爱你了, 所以你再为我做任何事都没有用。 你明白吗? 今天就算你为了救我, 死在我面前, 我都不会为你流一滴泪, 别再纠缠我了行吗? 李昭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脸色苍自如纸。 没过多久, 救护车来了, 他被医生用担架抬走。 一周后, 李氏集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搞到破产, 自那天之后, 我就没再见过李昭。 后来李氏集团被霍锋收购。 再次看到李昭的时候, 是在电视上, 娱乐新闻正在报道 曾经风靡一时的李氏集团总裁李昭 为了还银行贷款, 被迫跑外卖, 身兼数值。 而另一边的白李被传出为了钱, 专门找富商, 什么都能做, 最后坏了身体。 我坐在电视前, 看着新闻上报道白李悲惨 躺在病床上的视频, 伸手摸了摸怀里的小衣服。 这件衣服是当初怀孕的时候, 给孩子准备的。 可惜他还没来得及穿上, 我摸着衣服, 低声呢喃, 宝贝, 他们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了, 你可以在天堂安息了。 李昭视角, 我和林七认识的时候, 我正在被几个混混 堵在学校巷子里殴打。 他趁乱吼了一句警察来了, 把混混们都吓跑了, 鼻青脸肿的我被他扶起来, 他一点也不嫌脏, 拽着我脏兮兮的手说, 同学, 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没有钱去医院, 闷不吭声地拒绝了他的好意。 可是林七固执得很, 我不去医院看伤他, 就像个根屁虫一样跟着我。 最后无奈之下, 我听从他的安排, 选了个比较近的卫生院, 处理了一下伤口。 从这天之后, 他就一直围绕在我身边。 我身边的朋友也打去我们, 说我不声不响, 就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我没有否认, 因为我也想让他们误会林七是我的女朋友。 这样就没人跟我抢他了, 林七确实很漂亮, 巴掌大的脸, 皮肤白净, 葡萄斑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笑时, 会让我迷乱。 她的漂亮也让我自卑, 面对林七明媚炙热的感情, 我心里暗喜, 却不敢做出回应。 直到有一个叫霍峰的男人出现, 我才有了危机感, 害怕他被抢走, 我第一次正面回应了他的感情。 我们顺利地谈恋爱, 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快乐。 结婚的时候有点阻碍, 但是林七很爱我, 为了我和他父母大吵一架, 最后毅然决然和我结婚。 拿到结婚证的时候, 我捏着手里的红本本, 激动地向他承诺永远不会让他伤心。 可我还是让他伤心了, 白离出现的时候, 是在我结婚后创业的第一年。 她是我的高中同学, 也是我在遇见林七之前, 暗恋过的女神。 白离很漂亮, 有一种出于泥而不染的清冷感, 她每次一眉的时候, 都会让人忍不住联系。 可是我的心已经被林七占满了, 此时的我在看白离时, 并没有任何感觉。 白离来应聘我的助理, 她专业能力确实很强, 加上我们曾经是同学, 难免对她会有点照顾。 她陪着我从公司创立到樊胜, 算是个大功臣。 可是在公司发展最好的时候, 白离得了白血病。 白离是个孤儿, 独自一人在大城市打拼,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 我出生于单亲家庭, 我爸自从再娶之后, 就不再管我的死活。 几凭同样的可怜身世, 让我下意识地怜悯她。 也是因为怜悯, 我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林七临产那天, 我原本是想回去陪她。 可是白离突然病情加重, 她带着呼吸机, 泪眼朦胧地看着我说, 我好害怕, 我不想死。 阿昭, 我没有亲人, 我只有你了。 我于心不忍, 犹豫再三, 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我给林七叫了救护车, 听着话筒里她的哭声, 我的心也揪着疼。 后来我从医生口中得知, 新生婴儿的齐带穴可以救白离, 原本毫无希望的白离,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苦苦要求我帮她。 在多次咨询医生, 确定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之后, 我答应了帮她取齐带穴, 抱到孩子的一瞬间, 她的小手紧紧抓住我一根手指。 那一刻的感觉无法言喻, 可谁知道白离在手术中, 又大出血, 只有我的孩子可以救她。 生死关头, 医生说孩子不会有事, 我没有办法, 只能帮白离。 在把孩子送进手术室的时候, 他在我的怀里还冲着我笑了一下, 可是再出来时, 他再也不会笑了。 孩子死了, 我爱白离, 也爱我们的孩子, 我从来没想过孩子会死, 我以为这真的只是一个小手术, 我坐在冰冷的医院走廊上, 双手抱头,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灵七醒来后, 得知孩子没了, 而且是被我拿去救了白离, 他崩溃大哭, 决绝地跟我提了离婚, 并且把我赶出了家门。 不管我怎么求他原谅, 他都不肯见我。 后来白离康复了, 他找到我说愿意和我在一起, 可是看着他的脸, 我就会想起那个, 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 就离开的女儿。 我无法和他在一起, 并且把他赶出了公司。 公司正在发展期, 不能没有白离这个功臣, 我以合作伙伴的身份 把他请了回来。 同时, 我也一直默默关注着灵七, 在他有困难的时候,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我原本以为等时间久了, 他气消了, 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聊, 就能重归于好。 可是我没想到, 他会那么决绝地 想要和我划清界限, 甚至不惜利用霍锋来对付我。 在他和霍锋站在一起, 宣布他们是情侣关系的时候, 我的心都碎了。 也是那一刻我才明白, 我彻底地失去他了, 后来公司被他搞破产了, 我身无分文, 为了还债, 只要能赚钱, 我什么都做。 可是不管我多辛苦, 都抵不上心底的悔恨。 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起那个孩子, 如果当时我坚定一点, 没有答应白黎的要求, 是不是我和林七 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是不是我的孩子 已经会叫我爸爸了?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我每天都在悔恨中度过。 我甚至多次尝试结束生命, 去向我那未曾看过这个世界一眼的孩子赎罪, 可是每次都被救了下来。 或许连死都觉得我罪孽深重, 不肯收我吧。 这天夜里, 我坐在二十楼的天台上, 看着下面蚂蚁般大小的车辆和行人, 只要再往前一步, 一切就都结束了。 你如果真的跳下去了, 就一辈子都无法挽回林七了。 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冷漠的声音。 我猛然回头, 只见霍峰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双手插都站在不远处看着我。 我有些自嘲地笑道, 我现在这副穷酸样, 是不是很可笑,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霍峰说话一点也不客气, 我却无法反驳。 确实是我旧由自取, 如果当时我坚定一点, 不被白离牵制, 或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 我深吸一口气, 转身打算离开。 霍峰却叫住了我, 林七要结婚了, 你不打算争取看看吗? 我身形一顿, 随后苦笑着摇头, 算了, 是我对不起他, 他现在应该很恨我吧。 他确实恨你, 但是他更爱你, 这些年他一直在等你的一个解释, 可是你却一直逃避,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我和他已经回不去了, 而且我现在这副穷酸样子, 也配不上他了。 配不配得上不是由金钱衡量的, 如果你真的爱他, 就应该去争取看看, 而不是在这里自暴自弃, 甚至寻死觅活。 霍峰的话让我瞬间清醒了不少。 是啊, 如果我真的爱他, 就应该去争取看看,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懦弱。 想通之后, 我瞬间豁然开朗, 甚至觉得就连空气都清新了不少。 我向霍峰道了谢, 随后转身离开。 在我转身的瞬间, 霍峰突然叫住了我, 李昭, 如果你再让林七伤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身形一顿, 随后坚定地说道, 不会了, 我再也不会让他伤心了。 离开天台后, 我直接去了林七的家。 此时已经是深夜, 林七家的灯还亮着, 我站在楼下, 看着他坐在窗边发呆。 我想他此刻应该也在想我吧。 我深吸一口气, 随后鼓起勇气上楼敲门。 门很快被打开, 林七穿着一件粉色睡衣站在门口, 显然刚洗过澡, 头发还湿漉漉地披在肩上。 看到我时, 他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皱眉道, 你来干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 请你离开。 说着他就要关门, 我连忙伸手挡住。 小七, 你听我解释, 当时的情况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白梨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些话你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听, 你走吧。 他冷漠的态度让我有些心寒,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 但是当时真的是情况紧急, 我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后来我也后悔了, 可是后悔也改变不了事实。 这些年我一直在弥补,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用后半生来弥补对你的亏欠。 他听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 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松动。 我见状继续说道, 小七, 我知道说再多对不起, 都弥补不了对你的伤害。 但是请你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上, 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我愿意用后半生来弥补你。 他看着我许久, 久到我以为他会把我赶走时, 他却突然让开了门口的位置。 我心中一喜, 连忙走了进去。 屋内的摆设还和以前一样, 就连我们结婚时的婚纱照都还挂在墙上。 我看着照片上笑颜如花的他, 眼眶有些湿润。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我试探性地开口询问, 他却没有回答我, 而是转身给我倒了一杯水。 谢谢。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 随后把杯子放在桌上, 看着他的背影说道, 小七, 我知道你现在还恨我, 但是请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我愿意用后半身来弥补对你的亏欠。 他转身看着我, 眼底的情绪有些复杂。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很紧张, 紧张到心脏都跳出了嗓子眼。 许久之后, 他终于开口, 你想怎么弥补,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松动, 连忙说道,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任何事, 他挑眉看着我, 似乎在考量我说的话的真实性。 我用力地点头, 对, 任何事。 他看着我许久, 最后勾起一抹冷笑, 好, 那你就先从我家滚出去, 等你什么时候想清楚怎么弥补了, 再来找我。 说着, 他直接把我推出了门外, 随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搞得有些猛, 但是我知道他既然肯见我, 就说明我还有机会。 只要我不放弃, 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挽回他的心。 后来, 我开始重新振作, 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 虽然辛苦, 但是能赚到钱。 我一边送外卖, 一边想着怎么弥补对林七的亏欠。 这天, 我送外卖到一处高档小区时, 刚好看到林七从一辆豪车上下来。 开车的是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 他们举止亲密, 看起来像是一对情侣。 我心里咯噔一下, 随后连忙骑车跟了上去。 跟着他们来到一家餐厅门口, 我看着他们携手走了进去, 心里五味杂陈。 我原本以为他是在考验我, 可是现在看来他似乎已经找到了新的恋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只能在餐厅外面徘徊。 正当我打算离开的时候, 却看到林七一个人从餐厅里走了出来。 我连忙迎了上去, 小七, 他看到我时, 明显愣了一下,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 我刚好路过。 我有些心虚地别过头去, 不敢看他。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谎言, 但是并没有揭穿我, 而是说道, 既然来了, 就一起吃饭吧。 说着他转身, 走进餐厅, 我连忙跟上他的脚步。 后来我们重新走到了一起, 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 我们更加珍惜彼此。 在爱情的路上, 或许会有很多坎坷和磨难, 但是只要相爱, 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